你骂人最损 吐槽最狠的毒蛇 你会想起谁呢 是说话不留情 永远在耍小聪明的毛母 是天下我最美 其他人都吃偶的王尔德 是横眉冷对千福指的鲁迅吗 还是认为对于丑人 细看是一种残忍的钱中书呢 要我说呀 都不如下面这位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讽刺文学大师 果格里 有人说 他是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盟主 诗人的魁首 那他究竟有多毒呢 鲁迅先生说得好啊 他的讽刺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 正是果格里的代表作 死魂灵 书女人呢 一听挺吓人的 有点像鬼怪小说 其实呢 在俄国呀 这个魂灵呢 和农奴是一词多译 死掉的农奴 也可以理解为死魂灵 到底死魂灵 是一本什么书呢 这是一本 对富对穷对空气 黑天黑地黑官吏的讽刺小说 讲的是六品官 七七科夫 买卖死农奴的故事 在这本书当中 果格里大爷呢 他把俄国农奴制时代贪婪愚昧的地主 卑贱低下的农奴 以及贪污受贿的贪官 写了那就一个栩栩如生 所以这本书被人评为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基石 和俄国文坛上画时代的巨著 我想啊 听完这本书呢 您至少可以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 读舌吐槽的祖师爷是怎样花式骂人 不带脏字的 其次 普刘诗金为什么会被称为 世界名著当中的四大吝啬鬼之一呢 七七科夫这样体面的好好先生 究竟是怎样练成的呢 最后 这本书为什么能在文坛上 引起巨大的轰动呢 好了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这本 死魂灵的世界吧 小城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咱们的故事啊 从一座小城开始 小城的一家旅馆门前呢 停着一辆折棚的轻便马车 车上呢 坐着一个不老不嫩 不胖不瘦的先生 还带着一个车夫和一个仆人 入住旅馆之后啊 这位先生呢 就递给店小二一张小纸条 方便他向警察局申报住宿登记 只见上面写着 六品官 七七科夫 地主 私事旅行 七七科夫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了 他来到这座小城呢 表示对这座小城非常满意 准备出去溜达溜达 七七科夫呢 可不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 他到了信息传播最发达的地方 打击 因为大街上有信息推送的原动力 大麻 在各路大麻云集的大街上啊 不要说找工作找对象这么常规的事 就算是五十里外的张狗圣家里的老母鸡 昨晚吓了几个蛋 那都能打听得到 七七科夫呢 从那里打听到了很多事情 包括省长是谁 明镇厅长是谁 检察长又是谁 等等 除此之外呢 他还打听了附近都有哪些地主 他们名下养着多少农奴 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之类的 第二天呢 七七科夫把时间都花在了船门上 他把昨天打听到的达官显贵全部都拜访了一遍 咱们的主人公啊 可真是个会聊天的人 在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聊天时 他总能巧妙的夸奖每一个人 比如看到主人家的公子带着女朋友回来见父母 他就会说 哎哟 这孩子跟他爸一样 会挑媳妇 仔细想想 这句话夸了四个人 拜访省长的时候呢 他说 来到这个省就像到了天堂 笔直的大路四通八达 像铺着天鹅绒一样平坦 拜访警察局长的时候 他说 啊 城里的治安真好 简直是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马车停在路边不上锁 也不会被人偷 称呼其他官员的时候 他总是故意犯糊涂 明明是办事员 他叫人家科长 明明是个副局长 他却很少说个副字 咱们的主人公很少谈论自己 即使偶尔谈到 口气也谦卑到尘埃里 说自己不过是尘世间一条微不足道的蛆虫 如果世上有最受欢迎客人奖的评选 奇奇科夫绝对是毫无争议的冠军 仅仅一天的拜访 他就树立了在当地交际圈的名上 玩座小城第一交际草的宝座 各路官员抢着请他吃饭 喝酒打牌 连省长都邀请他参加家庭晚会 为了参加省长的家庭晚会 奇奇科夫呢 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来收拾自己 将头发梳成绅士模样 穿上一身摔弃西装 夜晚的长街又黑又冷 唯独省长家里面灯火通明 热闹非凡 到处都是西装革里的体面人 插一句啊 大家想知道果格里大爷是怎样吐槽这场晚会的吗 他这么写的 黑色的燕尾服飘散在整个大厅 不时在这里那里潮聚潮散 就像在炎热的七月盛夏里 一大群苍蝇围住了糖块飞舞 听完这句话 你以后还能好好地面对黑色西装吗 再说回咱们的故事哈 当时啊 奇奇科夫呢 在省长家里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都是他拜访过的显贵人物 在晚会上 奇奇科夫还认识了地主马尼洛夫和索巴克维奇 他仔细打听了他们的庄园有多大 奴奴有多少之类的情况 两位地主也很喜欢奇奇科夫 都抢着请他来自己的庄园里做客 奇奇科夫当然恭敬不如从命了 一个分合日历的日子 奇奇科夫和车夫一起驾着马车 往城乡结合部走去 来到了地主马尼洛夫家 马尼洛夫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没啥心机 但也没啥意思 果格里大爷是这样吐槽马尼洛夫的 仪表腾腾的他 在相貌上颇有令人亲切的感觉 包括他好像在可爱里放了太多的糖 他的举止言谈总带着讨好和巴结的感觉 他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只是温和和甜蜜 而是甜腻了的 就像给贵族看病的精明医生 为了讨好病人 拼命多掺了糖的药水一样 跟马尼洛夫这样的人聊天 第一分钟 你会觉得这哥们挺善良的 第二分钟 你可能感觉有点尬聊 第三分钟 你只想躲开这凡人的东西 马尼洛夫也没啥爱好 家里的田产也不管 他真是条大懒虫 懒到什么程度呢 床以外都是他乡 伸手够不着的都是远方 在他的书桌上有一本书 书签夹在第十四页 这一页读了两年 还是没有翻过去 他的客厅里也有一套名贵的沙发 因为坐垫的尺寸没有做对 沙发一直用破席子盖着 几年时间了 马尼洛夫总是对来访的客人说 先别坐在这儿 沙发还没有真好呢 齐齐可夫跟马尼洛夫 推心制服的贾客套了一番 前夕做足马上就进入了正题 齐齐可夫小心翼翼地问了几个事 这里最近一次登记农奴是啥时候呀 从上次登记到现在 死掉的农奴多吗 有没有具体的名单呀 马尼洛夫表示 中原里的事他也不清楚 这得问管家 但距离上一次登记农奴已经很久了 那帮短命的剑骨头也挂了不少 他想知道 齐齐可夫问这些干嘛 齐齐可夫说他想买一些农奴 马尼洛夫就问他 是想连人带田地一起买 还是只过户不带地 齐齐可夫说 都不是 他想买的是登记册上有名字 但实际上已经死掉的农奴 马尼洛夫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么荒唐的事 活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齐齐可夫又重复了一遍 不知道您能不能把这些已经死掉 但在法律上还活着的农奴卖给我呢 马尼洛夫担心这会违法 齐齐可夫打包票说 这是不会触犯任何法律的 而且国家会在这笔交易中收到弃税 齐齐可夫彻底打消了马尼洛夫的顾虑 他正准备谈价钱 豪爽的马尼洛夫说 嗨 我怎么能为了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收好朋友的钱呢 这份名单您拿去吧 就这样 齐齐可夫一分钱都没花 就做成了第一笔买卖 死农奴不能吃不能穿 又不会干活 要来干嘛呢 难道买来过清明节 阴差阳错 齐齐科夫完成了第二笔收购 谈拢了第一笔声音后 齐齐科夫和车夫又驾着马车 走在了乡间的小路上 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主家 索巴科维奇家里 天已经黑透了 还下起了大雨 要命的是他们迷路了 齐齐科夫感到车子越来越颠簸 他探出头往外一看 好家伙 车子开到了刚离过的农田上 你个蠢货 你要开到哪里去 车夫竟然醉醺醺的说 这不能怪我呀 天黑的连鞭子都看不清了 就算天不黑 车夫也看不清 原来呢 出发前呢 这个车夫在马尼罗夫家 跟几个仆人喝嗨了 瞇着个眼睛 一路醉驾 齐齐科夫气得直跳脚啊 你看着点 要翻车了 车夫舌头打结地说 翻车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翻车的 话音为落 车子就东倒西歪地摇了起来 车夫一顿熟练的操作之后 终于还是顺利地把车子搞翻了 齐齐科夫和车夫摔到田里 像两头在泥地里打滚的猪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齐齐科夫气得是无话可说啊 两头泥猪呢 摸黑找到了地主婆 克罗伯奇卡的家 想借宿一晚 地主婆看他们满身泥巴 浑身湿透 就收留了他们 第二天醒来 齐齐科夫跟地主婆拉起了家常 得知他只是个穷地主之后 齐齐科夫立刻收起客头的语气 变得随便起来 变脸比翻书还快 中国有句老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在俄国啊 这种区分更加细致 你有两百个农奴 三百个农奴 或者五百个农奴 对方跟你说话的语气 是不太一样的 果格里大爷吐槽说 就算你把地主分成一百万个等级 俄国人也能用不同的说话方式 来表达不同的敬意 再举个例子啊 中国有句话叫 官大一级压死人 在俄国呢 也是一样 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 他通常有不容冒犯的威严 和鹰一样的眼神 下属在他面前是大气都不敢喘 他说的话就是圣旨 没有人敢顶撞 可是当他走到他的上司面前时 这只鹰立马就变成了一只杀鸡 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熊鹰 马上就像小鸡啄米一样 频频点头哈腰 说回齐齐科夫啊 他呢 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意 又问起了农奴的情况 真是不忘初心啊 地主婆抱怨 最近呢 死了十八个农奴 都是能干活的 农奴死了 人头税还得按登记册上的人数交 齐齐科夫呢 就想把地主婆的死农奴收购了 多多益善 跟上次一样 当他提出这个奇怪的想法时 地主婆也吃了一惊 他还问 是不是要把这些死农奴挖出来 齐齐科夫连连摆手 不不不 已经入土为安就就不要打扰他们了 我只要名单就行了 地主婆胆小谨慎 他心想 你这也不会是诈骗吧 面对这桩奇怪的收购 地主婆迟迟不敢答应 他跟齐齐科夫说 要不您买点别的吧 我这儿有布 有蜂蜜 那都是好货 齐齐科夫有点不耐烦了 谁稀罕你那些破坏 我就要死农奴 地主婆又犹犹豫豫的说 那你开个价吧 哎呀 这不行啊 这东西我以前没卖过 也不知道市场价是多少 我怕被你骗着 我还是先留着吧 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人来收购呢 齐齐科夫呢 都快被这个老太婆气死了 大骂道 谁还会买你这些死人呢 你真是想疯了 你留着吧 留着等他们半夜 从坟墓里爬出来 劝你这菜园帮忙 给你赶麻雀好不好 地主婆一听吓坏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鬼 齐齐科夫还讲得那么恐怖 齐齐科夫又说 卖给我吧 我来帮你交那笔人头税 以后呢 我还来你这里收购其他东西 为了达到目的 齐齐科夫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 地主婆心想 卖掉这批晦气的冤魂 还可以省去不必要的税费 那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 齐齐科夫的第二笔收购 也成功了 齐趴地主处处有 性格惯异长得丑 离开地主婆 克罗伯奇卡家之后呢 齐齐科夫在路上遇到了 诺兹德廖夫 这哥们呢 是个继承了老爹家产的 二代地主 他和齐齐科夫 在省长的家庭宴会上见过 他这个人呢 吃喝嫖赌 吹牛耍脾气 样样精通 还爱显摆 一阵寒暄之后呢 他就热情地邀请齐齐科夫呢 去参观参观自己的庄园 在庄园里呢 诺兹德廖夫呢 炫耀自己的家产 显摆自己收藏的奇异珍宝 齐齐科夫呢 只能露出尴尬 而又不识礼貌的微笑 齐齐科夫心想 这么大的庄园 应该有很多奴奴死了 还没注销名字吧 于是呢 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诺兹德廖夫 诺兹德廖夫一听 想了一下又说 是啦 咋地啦 齐齐科夫呢 又提出了那个奇怪的想法 想把对方的死奴奴 转到自己名下 诺兹德廖夫追问 要这样死奴奴干什么呢 齐齐科夫就吞吞吐吐了 说了两个理由 一开始呢 他说准备搞个大庄园 先买一些死奴奴呢 充充门面 后来呢 他又说准备要结婚 丈母娘要求女婿 至少得有三百个奴奴 这两个谎 撒得实在太没记住汉量了啊 诺兹德廖夫听得哈哈大笑 嘲讽了他一番 嘿嘿 你这个王八丹啊 你是真不拿我当兄弟啊 说的这些都是什么烂借口啊 这里面肯定有戏情啊 你真是一个爱撒谎的小王八丹啊 哈哈哈哈 齐齐科夫很不爽啊 生意可以不谈 尊严不能丢啊 于是这桩买卖的 就搁在一边去了 这这哥们的玻璃兄弟情呢 也就这样破裂了 告别了这个不靠谱的哥们之后呢 齐齐科夫呢 又和车夫驰骋在路上 这一次 他们终于找到了地主索巴科维奇 这个索巴科维奇呢 长得是有点丑啊 应该说是 可是真的丑啊 果格里大爷呢 是这样吐槽 索巴科维奇的 遭物主对世界上的许多脸 都没有下太多的功夫去精雕细琢 对于这样的脸 遭物主并没有用 错呀 凿子呀之类的小工具 而是抡起斧子就砍 一斧子下去砍出个鼻子 又一斧子下去砍出两片嘴唇 再拿大钻随便钻出两只眼睛 没有再仔细查看 只是说了一句 火就让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读舌成这样啊 还让人怎么直视自己的五官呢 索巴科维奇丑归丑呢 人还是挺热情的 拿出好酒好菜来招待齐齐科夫 吸取了前面几次的教训 齐齐科夫这次没有 直接提出自己的收购计划 而是谈天说地 动拉西扯 慢慢的呢 就聊到了税收 说那些不复存在的农奴 在下一次普查注销名字之前 还得按活着一样来交税 这太不合理了 在这里呢 齐齐科夫甚至小心到 用不复存在来代替死字 不知道是齐齐科夫过度的太自然 还是索巴科维奇 太淡定 当齐齐科夫谈起 收购死农奴的时候 索巴科维奇的脸上 竟然毫无波澜 不过他立刻从热心好客的主人 切换成唯利仕途的商人模式 一轮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 齐齐科夫一毛钱的便宜都没捞着 最后只能以高价 收购了索巴科维奇的死农奴 没想到砍价小能手 齐齐科夫也有吃亏的时候吧 不管怎么样 买卖总算是坦诚了 在和地主索巴科维奇的聊天中 齐齐科夫得知 附近还有一个大地主 叫普刘士金 他名下的农奴更多 齐齐科夫又马不停蹄地跑去找他 继续他的收购之旅 遇上了吝啬鬼地主 齐齐科夫照样拿下 这个普刘士金呢 来头可不小了 他呢可是世界名著当中四大吝啬鬼之一 那另外三个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维尼斯商人》当中的夏洛克 莫里埃的戏剧《千令人》当中的阿巴公 以及巴尔扎克的小说《欧野尼格朗台》当中的格朗台 要赢得四大吝啬鬼的殊荣 那可不简单啊 你平时喝完酸奶舔瓶盖 洗发水沐浴露 用完加水摇摇晃晃继续倒 那都是普通的扣门 跟普刘士金比起来 简直是小扣见大扣啊 那他有多扣呢 我给大家数数啊 他名下呢有一座大庄园 养着一千多个农奴 可他本人还是穿得跟乞丐一样 他有个绰号叫青道夫 啥意思呢 他每天在村子里面转悠 在路边呢 看到什么旧鞋底啊 破瓦片啊 还有生锈铁钉什么的 都要捡回兜里 然后回家放着 村民说呀 普刘士金走过的街道 都不用打扫啊 什么都被他捡干净了 更过分的是 他看到仆人家在做饭 就假模假式的说 哎呀 我尝一些味道如何 结果 保持一顿 如果有客人来了呢 他就总是抢先一步说 哎呦 你看我这倒霉的厨房 烟囱塌了 生不了火 哎 你吃饭了吗 人家只能客气的说 哈哈 嗯 吃过了 好了 你可能说 对外人嘛 肯定会抠点 别 这家伙 这家伙对自己的家人 也不怎么样 他的女儿 带着两个孩子 回来看望他 当外公的他呢 给外孙的玩具 竟然是掉在地上的 一枚钮扣 扣门也就算了吧 这个普刘士金呢 长得也很有特点 啊 他的下巴呢 向前伸 比鞋把子 还有长 每次吐痰的时候呢 都必须先用手帕遮住 不然呢 这痰就落到下巴上了 还有像吐啊 两只小眼睛 在眉毛里 下边的叮咙咙就转 啊 好像一只老鼠 从黑乎乎的 这个洞口探出洞来 警惕地竖着耳朵 摆动着胡须 鬼鬼祟祟地观察着 周围有没有猫 或者淘气的孩子 还嗅着空气 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 可疑的味道 什么叫贼眉鼠眼啊 这就叫贼眉鼠眼 齐齐科夫和普刘士金 谈起了浓奴的事 普刘士金伤心的说 最近 死了一百二十多个农奴 齐齐科夫一听高兴的 合不拢嘴啊 像普刘士金这样的 孤寒地主 当然不愿意为死人 去承担税费了 齐齐科夫顺水推舟 表示 愿意帮他交人偷税 条件是 把死农奴 转到自己名下 啊 看到有个大傻瓜呢 来当接盘侠 普刘士金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 想赶紧把这烫手的山芋 甩出去 齐齐科夫 乘胜追击 说 哎 要不然现在咱们 就把合同签了吧 普刘士金一听到 要签合同 第一反应 竟然是 签合同要交气税啊 齐齐科夫呢 很无语 鸡都买了 也不差点酱油了 连忙说 哎 那都不识声 气税我包了 哎呦 一听对方这么说呀 普刘士金悬着的 小心脏呢 烙到了肚子里 他从桌子底下 找到了半张纸 还拿着他 前前后后左右 掂量了好久 最后他坚信 这半张纸 已经不能再对折 拆开了 这才开始提笔写合同 他写的字啊 密密麻麻的挨在一起 感觉他能在 这半张纸上 抄完整部圣经 合同写完之后呢 看看这半张纸 四边还留有一点点空白 破刘士金 心里面觉得 亏大了 不管怎样啊 七七科夫总算是完成了一笔大的农奴收购 提面的好好先生 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说了这么久 咱们的主人公 七七科夫 究竟来自何方呢 他要 这死农奴 到底有啥用呢 别急 咱们先来好好地 八卦一下 这位体面的好好先生 七七科夫呢 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 家里从小就对七七科夫严格教育 要他练书法 讲礼貌 注意形象 说好听的话 不许胡闹 老爹告诫七七科夫 小兔崽子啊 你要记住 到了学校 最重要的是讨好老师 把老师哄好了 就算学习不行 你也会一帆风顺的 不用跟同学交往 他们对你也没啥好处 就算教 也要教那些有钱的同学 等你有难的时候 他们还有点用 甭请别人吃东西 要让别人请你 最重要的是 要攒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呢 别人都是蛀虫拐杖 考不住 只有钱才是最可靠的 七七科夫到了学校之后呢 果然没啥学习天赋 但他把老爹的话 记在心里了 天赋不够 请商来凑 举个例子吧 比如班主任不喜欢 聪明机灵的学生 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学生 肯定会在背后嘲讽 他喜欢老师安分 品行端正的学生 七七科夫摸透老师的脾气之后呢 每节课都做得笔直 从来也不打瞌睡 也不大声喧哗 在学校也没个老师 惹过一次麻烦 不仅如此 七七科夫还经常 故意和老师邂逅 然后每次都脱帽行李 凭借着这影帝级别的表演 七七科夫在校期间 每门功课都是优 长期霸占排行榜的首位 毕业之后呢 七七科夫考上了税务局的公务员 在官场上啊 他继续把讨好老师的那套绝技 用到了领导身上 他跟领导侦查倒水 扫地擦鞋 领导家的闺女 长得寒串 嫁不出去 七七科夫主动要求 娶她过门 啊 真是个卖艺又卖身的好家属啊 正因为如此呢 七七科夫得到了上司的提拔 但提拔之后 七七科夫翻脸不认人的 去丑女回家的事 他再也没有提了 领导大呼上当 大骂自己 看错了人 后来呢 七七科夫辗转调到了海关部门 大家都知道啊 海关部门呢 是个肥的流油的地儿啊 很多走私团伙 企图拉拢七七科夫 但是七七科夫化身成为刚正奔恶 客气奉公的人民公仆 检查物品的时候呢 鼻子简直比狗还零 而且他从来不会把收脚的东西 揣进自己的口袋里 七七科夫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呢 很快就又受官了 他大战拳脚的时候到了 他竟然主动联系走私团伙 要跟他们一起发大赞 这下走私团伙就纳闷了 有啊 当初你对我们哀礼不礼 无情拒绝 现在咋这么主动呢 七七科夫抑郁道破天机 当初我不是官太小了吗 现在我有能耐了 手里有权力了吗 要我说呀 七七科夫这是玩火 果然呢 贪污腐败的事没过多久就暴露了 七七科夫到处送钱 拉关系 才逃脱了刑事处罚 但乌纱帽肯定是保不住了 变成平民之后呢 七七科夫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好一阵子 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好路子 当时有个新鲜事啊 把庄园里的农奴 抵押给监护局 可以贷款 接着呀 七七科夫就发现 农奴登记这种人口普查的事 很久才开展一次 监护局只认登记册上的名单 并不会核实抵押的农奴誓死是活 这下好了 七七科夫鸡贼的在五线城市 拿了一块地 开了一个空壳的庄园 然后呢 再去找那些真正的地主 用低价从他们手里收购死农奴 最后 把这些死农奴 抵押给监护局 借钱 现在你终于明白 七七科夫 为什么会做这么荒唐的事了 那么 七七科夫的小算盘 最终有没有打响呢 谣言满天飞 竟然吓死了检察官 到目前为止 七七科夫已经收购了 差不多四百个死农奴 一天早上 他去了政府办事处 他想赶紧把契约手续办完 免得夜长梦多 毕竟 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 没想到 俄国的政府机关是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一开始啊 窗口的办事员对七七科夫 爱理不理 没啥好脾气 但七七科夫不怕呀 他和这里的处长是老相识 把处长的名字一爆 工作人员的脸 马上就多云转情了 哎呀 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啊 处长给七七科夫 开了一路绿灯 而且只收了他一半气税 至于另一半 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转嫁到下一个 来办手续的群众身上了 事情办妥之后 七七科夫准备离开这座小城 省长的舞会请帖来了 看来省长 是真的很喜欢开party呀 作为最受欢迎的客人 七七科夫当然不能缺席了 倒霉的是 七七科夫在舞会上又见到了富二代 诺子德廖夫 这哥们本来就口无遮拦 又喝醉了酒 他把七七科夫的事全抖了出来 嘿 哥们 你买到了不少死农奴了吧 你们知道吗 这个家伙竟然要收购死农奴耶 哈哈 真搞不明白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诺子德廖夫扯着嗓子喊 全场的人都听见了 七七科夫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诺子德廖夫说七七科夫买卖死农奴 大家都觉得有点诧异 但由于诺子德廖夫经常发酒疯 满嘴跑火车 所以大家并不在意他说了些啥 话虽这么说 但俄国人造谣和传谣的本事一点也不小啊 没几天七七科夫买卖死农奴的消息就传得满城风雨 有谣言说七七科夫想拐走省场的女儿 收购死农奴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有谣言说七七科夫是潜逃的罪犯 因为除了他留给旅馆的那张登记字条 谁也不知道他的背景 还有人说 七七科夫是中央派来暗访的卧底官员 好了 这波谣言还没散呢 又来了一波更猛的 这时上头通知 近期会派个新总督下来巡查工作 各级官员立马就紧张起来了 要是让新总督听到了这些荒唐的传言该怎么办呢 而且七七科夫买卖死农奴的文件 都经过了他们的审批呀 恐惧就像传染病一样 转言之间大家都染上了 每个官员都开始回想自己曾经犯过的那些罪过 越深挖越可怕 谣言和恐惧对检察长的影响是最大的 他在家里想来想去越想越害怕 最后竟然把自己吓死了 据说当时他坐在椅子上 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 只留下了一句没有灵魂的躯壳 谣言满天飞的时候 七七科夫刚好生病了 他窝在宾馆里休息了几天 所以对外面的传言毫不知情 病好了之后呢 七七科夫又挨家挨户地去拜访那些达官显贵 奇怪的是 这次最受欢迎客人的金字招牌本灵过了 大家都像躲纹身一样躲着他 七七科夫一打听 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到了流言蜚语的漩涡里 侧地不宜久留啊 第二天一大早 七七科夫就使唤车夫驾车出城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七七科夫的地主梦成真了 又破灭了 七七科夫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过了很久他才驾着马车重回校镇 鬼才知道他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他看起来有点显老了 身上的燕尾服也有点旧了 但还是很整洁 据说七七科夫从一个地主手里 买下来一座经营不善的庄园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地主 这个发财梦地主梦总算是实现了 可是好景不长啊 不久之后七七科夫就因为伪造遗嘱 侵吞他人的财产被逮进了牢房里 这时候他以前当官时犯下的罪行 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七七科夫这回可是死到临头了 可是天网灰灰总有漏洞 一个不是那么正直的狱警 输了七七科夫的钱 来了个里应外合 让七七科夫仓皇出逃 越狱成功 从此人间蒸发了 故事说到这儿就要谢幕了 毕竟男主角都跑了嘛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故事说的怎么有点虎头蛇尾啊 怎么结束的如此潦草呢 这不能怪我是吧 这本书果哥里原计划是要写第三卷的 可是这第三卷还没动笔 第二卷的手稿呢 在他临终之前呢 被他一把火给烧掉了 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些故事呢 都是根据遗稿和读过初稿的朋友们 整理出来的 一个作家 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 无异于父母扼杀了自己的亲身骨肉 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了如此艰难的选择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财思枯竭写不下去 有人说是因为他讽刺太狠 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忍受不了宗教思想和精神的困扰 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无法考证 这部作品也成为了文学时尚最让人惋惜的残作之一 但残缺的故事并不影响这部作品的伟大 作者通过犀利的笔风 漫画式夸张的人物刻画和荒唐的故事情节 把俄国农奴制时代的各个层面都狠狠地抵死了一番 书中提到的几个地主性格怪异 丑态百出 比如马尼洛夫的过度甜腻和毫无个性 他说话太客气 让人觉得过了头 地主婆科罗伯奇卡的愚蠢浅薄和胆小怕事 做买卖时犹豫不决 婆婆妈妈 诺斯德廖夫的厚颜无耻和口无遮拦 逮着谁都能称兄道弟 一眨眼又能轻易闹翻 索巴科维奇的唯利仕途和精打细算 只要谈到生意 他就见钱掩开 六亲不认 普刘诗金的变态敛财和极度吝啬 明明是个大地主 却过着连乞丐都不如的生活 面对至亲 也是一毛不拔 对于官场的腐败 郭格丽毫不避讳地写到 叶叶声歌的省长 像变息法一样地把气税 转移到其他群众头上的处长 面对群众是雄鹰 面对领导秒变杀鸡的小公务员 还有那个被自己的罪孽 吓死的检察长 至于奇奇科夫 如果单纯地评价 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 未免太草率了 他注重形象 礼貌周到 说话得体 他并没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敛财 作者把他称为 牟利的掌柜 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 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好了 死魂灵的故事呢 就为您分享到这儿 关于这本书呢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您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梁晨舟 我们下次再见